大家好 這個是一個特備節目來的 今天我是Tony一個人做 今天就是星期日 3月29日 今天 其實發生了幾宗事情想說的 其中一宗就是網友報料 先說一宗 網友報料就是他 居住的地方 其實是他朋友居住 親戚居住的地方 叫做九龍山 九龍山 就是有一個 確診了 但是 這件事確診了之後 政府 衛生署就沒有即時把他 這個確診者送去醫院 那麼 反而把他家人 全部送去醫院隔離 送去檢驗 但是由於他說沒有藏位的關係 不夠藏位的關係 這個確診這個 一個20歲 在英國留學的留學生 25號回香港 就是剛剛的 那麼回香港呢 接受家居隔離 他說失去了 美國和臭國 很嚴重 那麼他家人 幾個人 就已經全部去了隔離 但是 但是呢 反而確診那個人就沒有他隔離 還在這個大廈 九龍山這個大廈 那麼那個網友報賣了 叫做 九龍山的天龍角一座 那麼 多少號呢 當然不方便說了 多少樓 多少號 也不方便說了 那麼所以呢 這件事是怎樣呢 他 衛生署解釋是因為床位不夠 可能是因為隔離那些扶額房的 床位不夠啦 所以就叫他家居隔離 頂住黨 那麼現在呢 整個九龍山 尤其是這座在天龍角住 那些人就人心惶惶的 不知道怎麼辦 那麼這個九龍山就 他 報稱就說在九肚山 那麼我們去搜尋過的都好像是 那麼嚴重了 一個中了招的人 竟然呢 是要繼續在他居住的地方 然後呢 這位網友就傳回九龍山業主討論區 那麼就說 各位 住戶注意 今天下午一時 衛生署派員 於天龍角一座確診者單位接走單位內四名緊密接觸者 往檢疫中心 而確診者仍在家中等候衛生署安排入院 我們會適時向各住戶更新情況 同時 我們已安排專業人員深層消毒天龍角一座 的所有升降機及出入口大和公眾位置 那麼在這裡住的人當然人心惶惶啦 那麼 衛生署 現在是不是 連一張床位都安排不到給一個確診者呢 這個問題也挺嚴重的 那麼如果香港再多些人確診 那麼究竟 香港的醫療體系是不是受不了呢 是不是正如 這個上個禮拜雕生署齋 早兩天雕生署齋 香港其實跟英國很相似 如果有大規模爆發的話 香港也會受不了 是不是 好了 那麼這段事情大家真的要 要小心一點 那麼另外呢 繼續 都已經很多感染的陸陸陸出現了 其中呢 今天又多一個 警察感染 那麼這次呢 最新的警察 就是31歲 那麼他 就說跟這個 之前確診 22歲的女警 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這個初步呢 他是 31歲的警察 那麼現在好了 那麼警察第三個確診 那麼外面的人說了很久了 三萬fans 三萬和三個比 那麼武漢肺炎也不夠努力 還有他們可能那個 保護太強 全香港最好的這個保護設施 給了他們 香港政府 是全世界 甚至乎 全宇宙最有錢的政府 香港政府 香港有三萬多億的財政儲備 基本上現在所有的東西 凡是警察 即是凡是警察 要的呢 他們就要什麼有什麼 也可以說他們是隻手遮天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麼 現在這個 疫情的爆發 尤其是這兩天 酒樓呢 我們剛剛去喝茶 發覺很多酒樓呢 就沒有什麼人 那就要隔開 桌子坐吧 即是旁邊不會有人啦 起碼要隔一張桌子 那麼因為一米半呢 其實等於五尺 那麼尤其是那些小規模的餐廳呢 基本上 最多都是15尺寬 你要隔一米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都做不到這個要求 我們之前說過了 那麼好了 酒樓不行 戲院要停業 停業 那麼還有一些 酒吧 酒吧可能可以 但是也是要規定 不可以超過四個人 那麼 那些叫做健身室要停業 但是有兩個行業原來不需要停 就叫做卡拉OK 還有麻雀館 那麼麻雀館呢 還有卡拉OK 大家都覺得可能是比較 偏滿一點點的行業 始終你做酒樓可能正當一點 或者開茶餐廳 那麼這些行業 比較偏一點點的行業 很多人會即時在想 有些市民也會懷疑 究竟他們 不用停業 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 他們有人照顧呢 而 他們照顧他們的人 其實只有一個行業 可以照得起他們 照得起麻雀館 這些娛樂場所 卡拉OK 只有警察照得起 是不是警察照得起的 這些店舖 就是 不用停業 而沒有人照的那些 餐廳 酒樓那些 就全部要跟著規矩 然後 警察就大規模掃蕩 掃蕩一些餐廳 看看你 有沒有這些人 不合規格 超過四個人坐一張桌子 又或者 距離不夠 那麼 到時距離不夠 又如何 拿警棍肩膀 還是 他們如果有派片給你 有 得到你的照應 得到你的照顧 那就應該不用停業了 那麼現在真的很多人會在這裏 提出一個質疑 是不是有警察照着 卡拉OK麻雀館 可以不停業 這個問題 那麼 很多人都會有這些聯想的了 因為 你卡拉OK 今天陳少詩出來說話 很好笑 卡拉OK是真是 都是人口密集的 一間房裏面 是不是 是吧 留下了 病菌也可以 病毒可以留下在卡拉OK房裏面 那麼為什麼卡拉OK不用停業 戲院要停業呢 你說戲院是一個空間裏面有幾十人 一百人 卡拉OK是沒有的 麻雀館呢 麻雀館沒有隔開的 不是說雀會 是麻雀館 麻雀館 如果是好生意 裡面也是坐滿人的 麻雀館不用停業 這件事真的比較 令人匪夷所思 是不是他們派片派得多呢 是不是他們有勢力人士照着呢 那麼政府 在近 八個月以來 他們整個政策 基本上都好像是為警察 去更改 所有事情 只要警察說OK 他們就不敢動 警察不喜歡的東西 他們第一時間就動 現在這個政府是誰說事呢 ICAC在哪裏呢 ICAC是不是 全部放假呢 個個在 這個家裡辦公呢 我們要 很關注這些問題 因為 你知道 現在警察 只要他們 OK的 開心的 他們就可以 不執法 他們看不順眼那些 他們就告訴他們嚴正執法 那套標準是由他們頂的 所有的 政策 好像都是為他們而生 那樣 那個問題就來了 現在香港政府 究竟是誰說事呢 是不是 這個向太吹雞 這個林鄭就要跪下呢 是不是支持警察的人 一開聲 政府就要為他們行方便之門 而任何反對警察 或是 在警察那方面 大家都會 盡情地去執法 盡情地去找他們的麻煩 是不是 包括現在 有確診者 他也要繼續留在家 床位留起了給警察 是不是全部留起床位給警察 以給他們大規模確診 確診那個 要留在家 自我隔離 這件事 說出來 真的十分之 好笑 這件事我們 最後看一看 這節 特發這節 說幾宗新聞 說短一點 接下來這個CCTVB就會播放一套機場特警 現在無線其實也是在做一個五無台的角色 他也是希望幫警察 漂白 是不是 抹走那些壞東西 幫他建立了形象 其實是要全民抵制 這套電視劇 當然全民抵制電視台的行動 其實也一直在持續進行 大家網民做得十分之好 TVB 在下半年損失了5億的廣告 希望大家再努力一點 雖然我覺得他不會倒閉 即使他沒有廣告也不會倒閉 因為 官台 他已經等於官台的角色 他已經聽了政府說 做盡政府一切的dirty job 香港電台反而就不是官台 所以接下來 政府是會給他錢 幫他續命 所以他是不會倒閉的 不過買他的股票就比較慘 這次時間差不多